刚才您看到的是今年8月18号的凌晨 吉林省松园市宁江区的一栋居民楼里所发生的一起残 这个犯罪嫌人的手段可以说是相当残忍 又是拿刀筒又是用硫酸泼 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刚才您看到的那位面部严重烧伤的老人 和浑身缠满纱布的女孩啊 就是幸存的两名受害者 死者杜娟呢是老人的女儿 也是那个女孩的妈妈 而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凶手不是别人 正是杜娟的前夫他曾经的爱人 8月18号凌晨2点多钟 吉林省松园市刘亭医院的烧伤外科 紧急收治了一个被硫酸烧伤导致昏迷的小女孩 颜面四肢还有个躯干 基本上都是烧伤窗面 烧伤窗面都可以看到血管 树枝上血管血管一样 烫得非常重 女孩全身15%的面积被烧伤 嘴唇周围的伤势最为严重 达到三度烧伤 看样子应该是被人往嘴里灌过硫酸 而更让医护人员感到不解的是 孩子伤成了这个样子 来到医院的时候 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 就在女孩入院后不久 医院的外科急诊又接受了一位腹部受了刀伤的老人 她的面部和上半身也同样被浓牛蒜烧伤 现在脂肪就坏死了 脂肪下面就是骨子了 身上也是有一些破剑的那个牛蒜烧伤 对 身上的我看的身上的问题都不大 主要是颜面她那个重 老人来的时候神志还算清醒 从她的口中大火之道 那位烧伤的小女孩是她的外孙女 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 爷孙俩的命算是保住了 但是两个人却持续好几天处于昏迷状态 当记者赶到医院的时候 老人刚刚能够开口说话 大爷您现在能看见我吗 看不见 看不见 眼睛都 看不见 你看他睁着眼睛 睡觉都闭不上眼睛 眼睛两脚都烧坏了 我怕笑着你吗 我心我鼻子呢 你心你鼻子呢 真的呢 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 叫杜绍军 今年60岁 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只有微弱的观感 他是山东电视台的 大爷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机能 谢谢谢谢 这才是安人呢 希望你在社会上给我一支 一支方 听说我们是从山东来的 杜绍军显得有些激动 但是从那张被浓硫酸 严重烧伤的脸上 我们却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除了面部被毁容之外 杜绍军的腹部还有一处刀伤 所以暂时要在外科进行治疗 由于他患有糖尿病 伤口愈合慢 已经华龙感染 杜绍军的老伴在2006年就因明去世了 如今独生女又被害 如今独生女又被害 看着儿子这副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杜绍军的老母亲悲痛欲绝 直到出事以后他才知道 犯罪嫌人刘建明已经跟他的孙女 杜绍离了婚 老人实在想不明白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些年 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孩子是无辜的 你给你爸给老人害得这样 他做多大的损呢 我说我这妖叫法院 给他谢娃娃 不能让他这么就给这个姜子死了 所以说杜绍军的老母亲 现在对刘建明恨的是咬牙切实 但是当初孙女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全家上涨下下 对这个小伙子却非常的满意 我跟你说姑娘 今天到我家 包括我的妈妈 没收过她脑子 哎呀都见了她以后 都说见我四号孩子 对她样挺好的 她不能风风张张 狂风扎鱼的 不是那么杂质红红的 不是那种人 挺甘味的 挺老实的 但我就中我们的挺好的人 没怎么想到这样 老话说着人不可貌相 真是没错 如果不是事实摆在大伙面前 谁也不能把这个老实巴交的好孩子 跟这个冷血残忍的杀手联系到一块 是刘建明原本就心狠手辣 只不过平时很会伪装呢 还是真的跟这家人结下了什么深仇大恨 连这个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呢 在这起轰动当地的命案背后 有了一些什么真相呢 这里就是受害人杜娟的家 8月18号凌晨 犯的行业人刘建明潜入杜娟的家中 在将前妻杜娟杀害之后 又捅伤了杜娟的父亲杜绍军 之后又将手里的脑硫酸 泼向了杜娟的父亲和十岁的妓女 在案发现场门口的地垫上依然还能够看到一些血迹 屋内的地面虽然经过了清澡但仍然是一片狼藉 两个卧室的墙上门框上和床上到处都能够看到被浓硫酸腐蚀后留下的痕迹 从邻居的口中我们了解到 今年34岁的杜娟在跟刘建明结婚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在女儿欢欢不到三岁的时候 杜娟就离了婚 不久之后欢欢的生父抑郁自杀 后来经人介绍 她认识了当时在沈阳开出租车的刘建明 两个人一见面就打得火热 随后杜娟也去了沈阳 06年初杜娟的母亲因病住院 刘建明就主动提出来 要回来跟杜娟的父亲一起生活 两口感觉好啊 两窗窗窗窗 说要回来经营来赐我了 考虑到刘建明回到松园后 没有合适的活干 再加上他之前有跑出租的经验 杜绍军便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买了一辆出租车 跟着女婿两个人轮流的跑 刚开始的时候收入还不错 但没想到好景不长 自打刘建明打上了麻将 就再也没有心思跑车了 那时候我就心的冠军便就严重了 他也不玩正经的了 早上 现中 他把车接过来后 出去跑一下 一车一段十八点多钟 就回来了 抽我把车一藏 站在麻将窝里了 女婿不正儿八经的干活 而自己的身体又不行 在跑了半年之后 杜绍军只好把出租车卖了 我自容背后小狠心 跟我这老妈说 姐老妈还提醒我骂我 说你当老人的 不是你儿子 那是你姑娘 哎呀 你骂姑娘行 骂姑娘能行吗 其实杜绍军之所以 一直克制自己对女婿的 种种不满情绪 说到底 就是为了那个宝贝外孙女 欢欢 如果他对我的外孙女 稍微差弄一点 我早就把他一脚踢出外头去了 以前我跟他发过聊的说过 我说刘绍军啊 你是个男的 我也是男的 我认为你这对我的身子挺好 拿下到自己孩子的 我把刘绍你 我对你上个屁啊你啊 一个清靠了你啊 从杜绍军这番话里啊 我们不难听得出来 这时候啊他已经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女婿刘建民了 你说本身就穷不说 哎呀还且还不好好挣钱 整个就是一败家子啊 而且动不动的跟闺女吵架 如果不是看在他疼孩子的份上 嘿 估计他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啊 远了乡 进了秧了 这上门女婿也的确不大好当 那过日子免不了会发生些磕办什么的 甭说天天跟老丈人共处一世了 你就是和亲爹亲妈待的时间久了 也会产生个什么摩擦矛盾的 谁也做不到完全让对方百分百的满意 这杜绍军呢估计也会时不时给刘建民甩个脸色 说一些刺激他的话 难道说刘建民就是因为这些生活琐事的日积月累 才动了杀鸡呢 他和杜绍又究竟为了什么离婚 他为什么像那个一只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妓女 灌硫酸呢 好事挺好 因为太残忍了 孩子咱说你整的都嘛不对劲 弄点小孩 你媳妇咱说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怨恨 你还得给你整的 命案发生后 小区的邻居们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一个是大家觉得向来老实的刘建民 不像是那种禽手不如的人 再一个大家想不明白 他怎么能够对养了七年的纪律下得了手 就那小孩的几乎对的孩子成好了 我们就能看出来 亲生父亲的吃饭的好 让托儿说送他送 求他说 我们的家族又都一样 他都看 邻居们还向记者透露 杜绍军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对女婿很宽容 在一起生活期间 刘建民肯定受了不少窝囊气 地底啥事 他老杜他应该是 他不知道 不是他俩的事他不参与 他说他平时就是没管他 而关于刘建民打麻将成瘾的说法 记者却听到了跟杜绍军的描述 完全不同的版本 人家他妈就始终他要开出租车卖手 对 对 哦 就是说他打麻将 就写那个女他写是写的 哦 成天他妈打麻将 哦 杜绍喜欢打麻将 那么杜绍爱打麻将 是不是他跟刘建民离婚的主要原因呢 脾气怎么样 从记者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来看 这杜绍军呢 挺护骨子的 不愿意说闺女的不是 哎 竟挑这个女婿的毛病了 这也难怪 你说谁家父母不像是自个儿孩子的 即使嘴上不像 心里肯定是偏他呀 再者说了 杜绍他就算爱打麻将 脾气不好 两口都总吵架 那现在婚离了 那就好离好散呗 刘建民也犯不着 因为这些事把他给杀了呀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缘由 那么在那天案发的当天晚上 这几个人之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吗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8月18号的凌晨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一栋居民楼里 发生一起惨案 户主杜绍军的女儿 而且是独生女儿 杜绍呢 被这个前夫刘建民给杀了 杜绍军的面部 也被这个前女婿给泼了硫酸 双目几乎失明 腹部呢还挨了一刀 死者杜绍的女儿 也就是刘建民的妓女 在被这个冠下刘酸不成的情况之下呢 全身15%的面积都被烧伤了 而记者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 刘建民呢 他平日里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坏人 相反啊 这人挺老实勤快 还疼孩子 杜绍呢 则是挺爱打麻将的 而且脾气不大好 那么这是不是导致 他们俩离婚的主要原因 刘建民的杀人动机 又从何而来呢 为了了解更多 关于杜绍跟刘建民之间的恩怨 记者来到了小区里 杜绍曾经去过的一家麻将 麻将馆的老板娘告诉我们 杜绍和刘建民 有时候会一起来麻将馆打麻将 从表面上看不出 夫妻俩有什么矛盾 听上去 这位跟杜绍认识多年的女朋友 似乎更了解一些内幕 他把我们叫到了一旁 小声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完这句话后 杜绍的这位朋友 还特意拿来杜绍临死的前几天 拿别人手机自拍的一张照片 给我们看 至于杜绍到底有没有出轨 刘建民是不是因为这个怀恨在心 而实事的报复 他们也不好下检 但是如今回想起案发前 刘建民的一些状态 确实有些反常 其实刘建民的种种反常表现 杜绍军也察觉到了 只不过在案发的前几天 杜绍军才知道 女儿和刘建民早在五月份 就办了灵魂手续 而杜绍可怜他没有地方去 就让他继续在家里住着 杜绍军的预感果然应验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 刘建民下手居然会这么的狠 先把公正杀死以后 他就给他孩子喝流酸 这孩子不喝不再弄 叫我吗 他就听他就出去了 出去了一下 你说就破他的脸上了 杜绍军刚冲完脸上的流酸 还没等他看清怎么回事 刘建民又拿了一把刀 朝他捅了过来 这我动作去的 咔个我一刀 到时候我就吵了 就除了热 我这一大堆也就出来了 我就失控了 此时的杜绍军 已经完全丧出了反抗 情敌之下的他 挣扎的走到门口 大声的向邻居们呼救 就在杜绍军呼救了空囊 刘建民逃跑了 至今仍然没有被抓捕回 听说刘建民的家 离案发现场不远 急着一路打听 终于找到了他父母租住的房屋 刘建民的父母看上去都是老实爸叫的人 两位老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厨房里 平时就靠捡破了大零工勉强度日 一提起儿子杀人的事 刘建民母亲的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似乎对儿子当上门女婿这件事 有着一肚子的委屈 当记者问到他的儿子为什么要跟杜绍离婚 以及案发前儿子的一些表现时 老两口表示他们并不知情 刘建民的母亲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儿子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是被逼急了 不然以他平时的为人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尽管刘建民的父母会站在儿子的角度 试图去理解甚至是辩解儿子杀死杜娟捅上岳父的行为 但是当记者提到杜娟的孩子也被破了硫酸时 老太太忍不住落下了泪 别说了 说孩子 我心受不了 受不了 其实大家懂什么 看的就是动的这孩子 毕竟也不是亲爱的 这样的情绪年纪 是啊 这孩子确实是太无辜了 才刚刚十岁 还不懂得大人之间的什么爱恨情仇的 就这么着被强迫的牵连进来了 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但是孩子虽然年纪小完全不大懂事 但是案发当晚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看到了 恐怕那是他人生当中想忘都忘不掉的一段刻骨回忆了 一个十岁的孩子同时遭受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 而身边呢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你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挺得过去呢 欢欢的遭遇在网上报道之后 很多热心的市民都来到医院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 有送吃的 穿的 用的 在病房里还堆满了各种玩具 医院还专门为欢欢收拾出了一个单独的病房 并在病房的门口设立了一个捐款箱 为他募集善款 他这个可怜在哪呢 就是说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陪护 他就是孩子吧 可能就是没有依靠 要这样的吧 我们就是作为我们护理来说吧 我们肯定就是对孩子多加一些关爱 多给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欢欢刚入院时 烧伤科的护士们就包办了他的衣食起聚 现在志愿者们也加入了进来 并且跟欢欢建立起了很好的感情 你们也是亲户这个事过来的 也是不认识 原本不是这样的家人 一直在这儿吗 这几天 我们轮班 对 志愿者有拍班了 刚来是不愿意跟你说话 也别丢了也不说话 真好 还得很 心情也不好说 也不舒服 现在我看跟你相处 经过沟通嘛 他心里跟妈妈好一点 考虑到孩子现在还在治疗中 心理上既敏感又脆弱 所有的志愿者在孩子的面前 都非常默契地不提跟他的妈妈有关的字眼 虽然说他妈没了 但他还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 他也说他说 他那天就往昨天来着 他就说我妈不断来看了 还不看我呢 当时真的 我合选了 我们一种事情 目前的时候他也不值得 不值得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记得应该明白的死吧 但是他就讨论 好像我感觉是 不想确认的是事实 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已经没认识 所以每个人都很心疼这个孩子 短短几天的相处下来 欢欢就认了其中两个叔叔阿姨 做了干爸干妈 现在就是我俩吗 他挺依赖的 他都跟我俩说 别人谁都不行 他走 东西的压着 我走 我俩走一个 不能俩一起走 他不会赖 告诉我们咋回事 我在这儿问 你怎么了 这个咋回事 让叔叔在这儿说 怎么了 每次欢欢哭的时候 志愿者们都特别难受 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老爷 可如今病重的老爷 能不能挺过感染关 谁都不好说 而出院以后 他又该依靠谁呢 他也提出过 想去看你的老爷吗 他说过一次 我跟我们要的去 那他妈吓人好了 他妈吓人好了 你前 活着 不 情 我就在那里 不悲 不心 你面 活着 不 我 渡少君的老母亲告诉记者 自从欢欢的亲生父亲去世后 两家就断绝了来往 孩子的爷爷奶奶 连问都没有问过欢欢一句 我就跟我儿子商量 我他这情况怎么办 他能照顾孩子吗 孩子已经生姑儿了 爸我妈没有了 我说你把孩子送姑儿院吗 他有点舍不得 他给他爷爷奶奶 那跟他爷奶商量吧 你们 请求你们谁能跟他爷奶商量 他爷奶要更好 爷爷奶奶离婚了 离婚了 叫杨春山 凭借着这一点线索 记者开始辗转打听欢欢爷爷的下落 找了好几个地方 终于算是有了些眉目 我跟您打听个人 就是杨春山是咱那的退休的职工吗 是 他住哪您知道吗 那我们也不知道 这名工作人员拒绝向我们透露 欢欢爷爷的联系方式和家庭注视 不过他也间接地表示了杨春山的态度 其实主要是想通知他一声 就具体 他 这一说 那我跟你说吧 他早都知道了 他要是认的话 他早都去了 知不知道 所以吧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我也不能告诉你 这个病床上的杜绍军呢 还抱着一丝幻想 他想也许这个欢欢的爷爷奶奶呢 还不知道孙女出事了 所以呢 在期盼着我们能够带回来 让他放心的消息 这记者实在是不忍心告诉他真实的情况 其实这欢欢的爷爷奶奶 他早就知道了 哎 之所以没有出现 就是不愿搭理这事 哎呀 真想不通这两位老人是怎么想的 你说儿子没了 难道这儿子没了孙女 他就不是孙女了吗 就连跟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你说都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来 难道他们就真的能够硬下心来坐视不管了 孩子今后的路啊还很长 也会走得很艰苦 也不知道前方在等待他的事什么 他将来的命也如何 所以在这儿老季呢 也希望大家伙 能够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至少呢 先帮助这孩子 走完眼下最难熬的一场 而做了案之后 潜逃的刘建民呢 至今还没有下落 但是我们相信啊 他迟早有一天会归案的 所以在这儿也希望他能够赶紧的投案自首 不要让自己罪上加罪 好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儿